我来人给了我们惊喜 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 来 我们接下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在外打拼 人生地不熟 同事邀约一起合租 该不该接受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其实我是接受的 因为我毕竟就是 基于我现在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 我还是一个职场小白 那么我加入到这个公司以后 对这个公司有很多的不了解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相处 我还可以跟同事能够多学一些东西 跟女生合租你接受吗 也接受 如果现场的这八位企业家 选择一个合租对象 你最想跟谁合租 我想都可以了 你想就想不要搓手 你有跟女性合租的经历吗 没有 那如果要在这三位女企业家当中选 非要选出一位 跟她合租 你选谁呢 小叶老师 小叶老师 现在就是做公关嘛 然后在这方面肯定就是很擅长 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在该领域 我想深入的这个领域 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能够带我快速成长 这样的一个 就是室友 你会跟她有约法三章吗 就是我很不喜欢女生 就是如果要是我合租是个女生 她还有男朋友 她两个人能包电话周 然后声音还很大 然后就是影响那个 另外一方面 就我也不希望她在我面前绣文 你又没有过合租经验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体会呢 看过很多电视剧吗 然后也会 你撒谎 你撒谎 你明显在撒谎 我觉得你在整体的刚才的回答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清晰的个人的观点 这个公关呢就讲的是态度 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是什么 你的态度是什么 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问题 而在于说你跟同事相处 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出去 但是你刚才的回答其实是 十分的 丽阳真的让我特别失望 你在这前面的害羞和措手都假装的 对吧 难道不是男老板也可能给你带来 更好的职业的成长吗 你应该从这个角度去选 那最后你又选了小叶 我就是是不是 你就选了一个最年轻的呢 那么我的理由就说 不用理由 对我们都知道 不是我四点还没睡觉 我觉得他能够把生活习惯啊 精神状态啊 这些东西能够带给我 对吧 一个是职业 一个是生活和精神 我觉得你这些都没有讲出来 我要第一次立浩阳啊 这个他首先就没有认真看题 然后也没有认真看我们在座各位 最年轻的是小叶吗 然后我接着要说的是哈 他的前两份工作经历 我特别我特别熟悉 因为我大学本身专业就学这个专业嘛 人物形象 所以呢 我们这种公司的男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他很正常选女孩啊 对 我觉得风格气质还是 对 我们三是蛮蛮蛮 做服装的 做服装的 做服装做时尚 我觉得大家要理解这个行业 你还越说还越越越越越越带那劲了 我说的是那个曾花 你说他的风格要是跟陈薇跟张萌 这样时尚年轻还搭你还差不多 你说跟我们有什么好搭吧 你看看 我们是一个年纪的人 陈薇老师要这样吧 哎呀 把你拉入到我们的这个阵营不挺好的嘛 我们不装嫩啊 你们知道 如果我选一个合租对象 我会选谁吗 选谁啊 我会选任东白 他一定不会跟我抢梳子和镜子 也不会掉头发 但是你也不要梳子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